连续数日的强降雨 导致韶关市武江区江湾镇出现塌方 经紧急抢险 通往江湾镇的道路已基本打通 多个村庄的电力也基本恢复 此外 当地搭建了简易通信设备 已被应急通信之需 航空救援通道开辟后 运来备入 饮用水等群众急需物资 也使受灾百姓得以安全转移 在清远英德市韩光镇 被进了两天多的镇区已经全部退水 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投入清淤工作 同时加紧时间进行清洗和消杀 目前 电力部门防风防训二级响应持续 各级防训应急抢修队伍 在交通 气象 水文条连续数日的强降雨 导致韶关市武江区江湾镇出现塌方 经紧急抢险 通往江湾镇的道路已基本打通 多个村庄的电力也基本恢复 此外 当地搭建了简易通信设备 已被应急通信之需 航空救援通道开辟后 运来备入 饮用水等群众急需物资 也使受灾百姓得以安全转移 在清远英德市韩光镇 被进了两天多的镇区已经全部退水 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投入清淤工作 同时加紧时间进行清洗和消杀 目前 电力部门防风防训二级响应持续 各级防训应急抢修队伍 在交通气象水温调整